小说 丹舞双绝 作者 飞翔蜗牛 第1741-1760章 丹舞双绝 第1741章 威仪挪布的弊端 你真的决定了吗? 笑云问道 这可是一件大事 是一件关系到终身的大事 武道之路艰辛无比 有很多舞者在看不到希望之后 也会最终无奈放弃 这样的舞者 从此将陆入无为 若是笑云选择放弃舞道 也意外着 他将陆入无为 安心在月廊宗生活 照理来说 得了王者金血 只要换血成功 就有极大的机会突破岛和蛇径 这样 他就能重回中周 说不定会闯出些名堂来 现在放弃 是否值得? 笑云再一次把王者金血放在桌上 对着笑云道我已经决定了 这颗金血 除了能给我增加寿命 增加名声外 岂不要有多大作用 你比我更需要它 看着笑天真诚的模样 一时间 笑云热泪眼眶 有这么好的兄弟 这一辈子值了 这可是其他舞者梦寐以求的宝贝 若是这颗完美王者金血传出去 立马就会有无数舞者蜂拥而至 拼了命的 也会抢夺这颗王者金血 为了它 多少舞者连性命都不顾 而笑天就这样把金血让给自己 说得轻巧 只是增加寿命和名声 只要突破成功 那么也就意味着 将成为这片区域的霸主 青鸾宗的那位残废和蛇径舞者算什么 服用这颗完美王者金血突破 要不了多长时间 就能超过它 到时候在这片区域 要风的风 要雨得雨 再加上 突破和蛇径之后 寿命也会增加 虽然笑天想要养 老 可养老与养老之间也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默默无闻的当月郎宗宗主 一个是在这里成为最强的存在 两者区别 犹如云泥之别 笑云缓缓地摇了摇头这颗金血 还是你服用吧 我也想好了 和你一起放弃舞蹈 看到笑天还想劝说 他制止到我老了 若是吞服这颗金血 失败的可能性也很高 就算成功 以我的身体 突破和蛇径的成功率也不高 虽然不想承认 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我已经没有突破和蛇径的可能了 以他现在的年纪 身体状况 突破到和蛇径成功的可能性 不足一成 还未舞蹈奋斗 也只是一辈子都在为此奋斗 自欺欺人罢了 他已经没有希望了 除非 除非有完美级别的丹药护身 若是有完美级别的护身丹 那么他换身体内的血脉 就不会有丝毫痛苦 也不会有任何危险 患王者血脉 需要的可是和蛇径界的护身丹 和蛇径界的完美护身丹 虽然没有和蛇径精血珍贵 可也是渴望不可求 最少他得到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这还只是幻精血 还有突破和蛇径界的一道难关 又需要完美级别的丹药帮助才行 这一片区域 连一个蛇级的炼丹师强者都没有 怎么可能有完美级别的丹药 蛇级的丹药 需要舞者达到蛇级才行 因为只有达到蛇级之后 炼丹师的元气 才有融化蛇级原质的威力 这里只有一位残废的和蛇径强者 而且他并不是炼丹师 丹舞双绝第1742章 躺下 笑天点点头 放弃舞道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只不过 两人一生都为此奋斗 现在放弃 怎么也会有些不甘心 哎 舞道之路太难了 成为和蛇径强者 又能怎样 和蛇径 也只是另一个开始 在这片区域 和蛇径属于强者 可到了中州 和蛇径虽然也算个人物 可也仅仅算个人物 中州那些大家族 有些未成年的家族子弟 都是和蛇径 没办法 谁就对方一出生 就不愁资源呢 舞道之路表面上比的是天赋 实际上却是资源 走吧 我们回去 站起身 笑天最后看了一眼山谷 对着笑云说道 王者元寿死去 离开 这里的月廊也会迁徙 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好 笑云点头 我记得宗门仓库 存放了两颗蛇径护身丹 回去之后 立马就吞服王者精血 未免夜长梦多 嗯 笑天点头 王者精血还是服用了比较好 留在身上不安全 很快 两人就到了宗门 笑天和笑云都没有说话 静止到了宗门仓库门口 怎么回事 老常呢 笑云见到是一位从来没见过的舞者 守卫着仓库 顿时疑惑道 这舞者似乎有天使的修为 可他并不认识 月廊宗很大 但天使并不多 他全部认识 这陌生的天使 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被派遣来守卫 如此重要的地方 仓库重地 闲杂人等速速远离 这位中年天使 看了两人一眼 拦在仓库门口 神情紧张 逼二我月廊宗长老 什么时候成了闲杂人等 笑云道 中年天使没有让开 说道我不管你是什么长老 除非有西新渊宗主的命令 否则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休想我让开 见到这一幕 笑天眉头紧着我是宗主 给我滚开 哟 中年天使上下打量笑天 给你脸了 在这里虎脚蛮缠 把西新渊给我叫来 笑天有一股不好的预感 笑云通知他 西新渊可能会是清丸宗的人 可他因为王者元寿 马上就要生产 走不开 暂时没有揭破西新渊的底细 这一次回来 他就要与西新渊算总账 可看情况 似乎西新渊明摆着要反叛了 中年修士一见西新渊 似乎要动手 拿出一个黑色东西 放在嘴边猛然吹了起来 刹那间 整个月廊宗 都听到了这尖锐的声音 呼呼呼 一位为天使腾空而起 朝着这里飞来 最先到的 是就居住在附近的西新渊 孝天 见到孝天回来 他有些意外 不装了 孝天内心满是警惕 表面上却带着 胸有成竹的表情 西新渊每次见到他 都毕恭毕敬 这次却是直接叫他的名字 很显然 西新渊不想再装了 对方应该不知道 自己已经知道他的身份 那么 只有一种可能 他有了准备 闻言 西新渊微微一愣 随即到没想到 你早就看破我的身份了 既然这样 那就实话 跟你说了吧 西新渊 清鸾宗的长老 丹武双绝 第1743章 化身 这时候 很多天使已经赶到 这些天使有孝天认识的 也有不认识的 七亿呢 见到所有的天使 并没有七亿 孝云心中一慌 问道 在月郎宗 从始至中 和他站在一条线上的 就只有七亿 其他长老 要么是站在西新渊一边 要么中立 就算有倾向于他们的长老 也只是稍微倾向而已 并不表态 七亿那老不死的 死是不阻拦我 可以让他多活些日子 西新渊漫不经心道 孝云愤怒到你把他杀了 哼 西新渊不懈地看着孝云 很快你就会和他见面 你以为吃定我们了 孝天眼神凌厉 西新渊淡淡一笑 退后了一步 一个人出现在众人面前 孝天 我们又见面了 他浑身披着黑色头棚 腰间跨着一把长刀 可以看到斗棚下 有长长的胡须露出 清无垢 见到人 孝天暗道不好 他正是青鸾宗宗主 实力和蛇镜一层 孝天自信 能够突破一群天使的围追堵截 可对于和蛇镜强者 他没有任何信心 哪怕那个和蛇镜强者是残废的 实际上没有和蛇镜实力 孝云你想走 孝天对旁边的孝云道 要死他一个人就够了 何必多一个人送死 孝云目光缓缓扫过周围 一个个脸庞出现在他面前 远处 那些不够天使的舞者 又忠诚于月郎宗的弟子 已经发生了叛乱 可清鸾宗 似乎准备得很充足 早就防守着这里 不让他们过来 而天使级别的舞者 卢元 刘仪等等长老都没有到来 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现在周围 除了看着少部分月郎宗 不想动手的长老 就是清郎宗的天使了 想走 不可能 清吴昆把手发在刀柄上 淡淡到要么死在这里 有么投降 不怕告诉你 我已经知道你的秘密了 想把你杀了 而后毁了宗门 再之后 去那个月郎山谷 西兴渊在后方添油加醋道 若是你乖乖地告诉我 这些都不会发生 他最终目的 是为了弄到得到月郎精血的秘密 不希望孝天死 当然 得到秘密之后 孝天的死活 他才不在乎 叛徒 孝天冷冷骂了一句 充满了不屑 被骂西兴渊 没有任何愤怒 他道你难道想亲眼看着我 毁了整个月郎宗 这时 清吴昆加了一把火说道 只要你交出月郎精血的秘密 我会放过你宗门 你知道 我对月郎宗 根本不感兴趣 把月郎宗还给你 我没有任何损失 若是你不愿意 那我只能费点力气 把他毁了 听到月郎宗要被毁 孝天心中狠狠地一颤 这可是百年宗门 百年时间 有太多的人 太多的回忆留在这里 他想要养老 第一选择就在月郎宗 可以想象 他对月郎宗的感情 他知道 只要交出怀中的王者精血 就能让对方满意 但 他绝对不会因为敌人的逼迫 而妥协 丹武双绝 第1744章 滔天杀意 他这一辈子 从来不知道 什么是妥协 若是他愿意妥协 早在中州就妥协了 也不会被逼着来到这里 要杀就杀 想要从我嘴里 得到一点秘密 想都不用想 孝天紧紧地握着拳头 心中暗叹一口气 看来这颗王者精血 保不住了 也不知道 能不能与清吴昆 同归于尽 用王者精血 施展出原计 应该有这个威力 可惜了 珍贵的王者精血 最终没有好好利用 既然你明完不明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清吴昆也知道 就这样 让他投降 可能性不大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他抓起来 而后在他面前威胁 他就不信 把对方在乎的人 一个个杀掉 对方不会松口 再一个 已经找到了那个山谷 他守了五十多年 要是把那些月狼 在他面前一只只杀掉 不知道他 会不会松口 他一定会松口 毕竟 只要交出秘密 这些人 袁寿都不会死 若是不松口 秘密保住了 又有什么用 清吴昆也没用刀 他怕一不小心 就杀了笑天 浑身元气聚集在脚上 清吴昆 清点地面 身体如同离弓之剑 朝着笑天射去 笑天随时准备着 在清吴昆发起进攻的瞬间 就腾空而起 和笑云一起朝着远方逃跑 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跑是唯一的生路 哪里跑 清吴昆见到两人逃跑 没有意外 不慌不忙地跟在后面追逐 才刚刚出了月狼宗主山 两人就被身为和蛇镜的 清吴昆追上 二 笑云 你想离开 我来挡住他 笑天感觉到 身后清吴昆越来越近的气息 对着旁边并肩飞行的笑云道 宗主 你走 我来挡住他 记得给我报仇 笑云停止了飞行 站立在笑天的身后 挡在清吴昆面前 他知道 只要笑天逃出去 吞服和蛇镜精血之后 实力肯定能达到和蛇镜 到时候 就能为自己报仇了 而笑天死了 就算把王者精血给自己 自己也没有能力报仇 怎么算 都是笑天逃出去合算 听到笑云的话 笑天眼眶的泪不知不觉流下 毅然的转身要死一起死 我笑天逃够了 再也不想逃了 宗主 看着笑天回来 笑云老泪纵横老仆 直不得你如此 他以前是笑天所救 作为仆人待在他身旁 不过 笑天从来没有把他当作仆人 教导他功法 给他修炼资源 最终成为了天使 你不是我的仆人 你是我的兄弟 拍着笑云的肩膀 笑天与他并肩而行 哈哈 听到他们的话 清无鲲大笑 何必呢 笑天 只要你交出秘密 不但你的兄弟 能活 无数的弟子 以及月狼都能活 难道你为了这个秘密 愿意让所有人为你陪葬 他们不会为我陪葬的 笑天目光如炬 月狼山谷的月狼已经迁徙 这些人不可能找到 至于月狼宗 只要清无鲲死了 月狼宗就不会有事 丹武双绝 第1745章 求饶 摸了摸怀中的王者精血 笑天知道 对方是和蛇镜强者 想要和对方同归于尽 只能让他最放松之时 只要对方有一点警惕 哪怕他豁出性命 连重伤对方都很难 更不谈同归于尽了 来吧 这辈子我还没和和蛇镜对战过 让我看看 你这个残废的和蛇镜 到底有几分实力 笑天拔出腰间的长剑 目光中满是战意 没有一丝丝恐惧 旁边的笑云也是拔出长剑 同样看着清无鲲 清无鲲眼神眯了一下 淡淡到既然你们俩想死 我就成全你们 他还从来没有人被骂过 残废和蛇镜 这是他心中的痛 没人敢在他面前提 他要把笑天抓起来 狠狠地折磨 让他痛不欲生地活着 刷 清无鲲刀出鞘 举过头顶 竖着劈了下来 刀走弧线 又快又急 是大力尘 平 笑云出剑 抵挡了一瞬 就自己被连剑带人击飞 不过他挡住了这一刀 啊 大吼一声 笑天出剑 一剑一剑接着一剑 刹那间 十三剑连在一起 朝着清无鲲笼罩而来 十三剑或快或慢 或真或假 都带着风声 四面八方 如一张鱼网 有点本事 难怪被称为和蛇镜第一强者 清无鲲不慌不忙 评价道 在剑网将要临身之时 一道澎湃的元气 从他身上击尸而出 哄 那十三剑如同被一阵狂风卷过一般 直接吹散 好强的元气 这就是和蛇镜剑吗 R努力地稳住颤抖的长剑 笑天震惊不已 他以为自己 哪怕不敌和蛇镜 最少也能坚持片刻 可对方元气实在是太雄厚了 直接以力破强 他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该我了 淡淡一笑 清无鲲一个闪身 出现在笑天身前 斜着一刀 由下至上劈来 笑天眼眶一缩 想要阻挡 可刚刚被元气冲击 他手臂还发麻着 动弹不得 刷 刀过 血花飞溅 一条臂膀被砍下 啊 捂着伤口 笑天急忙后退 宗主 见到笑天被手臂被砍断 被击飞的笑云 才刚刚止住步伐 冲了过来 可刚刚冲过来 就被清无鲲 如同拍小鸡一般 一刀臂给拍飞 要不是 为了留着他威胁笑天 他早就死了 你不是骂我残废吗 清无鲲笑看着笑天断臂 淡淡到那么现在谁是残废 呸 吐了口唾沫 笑天眼神凌厉 没有任何退缩之意 另外一只手臂持着长剑 任由伤口流着鲜血 冥完不灵 那我就断掉你另外一笔 清无鲲举起大刀 朝着笑天飞去 速度不快 可充满了压迫感 清无鲲就是要让笑天绝望 把他身上的胆气给消磨光 这时远处的秦明刚好飞来 只见一道人影 朝着他飞去 定情一看 不是笑云还有谁 笑了 你怎么受伤了 扶着道飞的笑云 秦明问道 一只道飞的笑云 感觉自己身后有人 把自己止不住道飞的身体止住 心中一紧 可听到秦明的声音 顿时放下心来 丹武双绝第1746章 清无鲲死 不对 秦明怎么在空中 这时 笑云也反应过来 秦明会飞了 也就意味着 他是天使 我的老天啊 这天资要多强 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成为天使 真是妖念 不对 现在不是感叹这些的时候 清无鲲正在前方 若是看到秦明 秦明就再劫难逃了 秦无鲲可以放过任何人 但绝对不会放过 我月郎宗如此天才 想到这里 笑云顾不上身上的伤势道秦明 你快跑 怎么了 笑云的话 让秦明心中一紧 见到他身上有伤 连忙拿出怀中的天机 完美疗伤丹药 为他吞服下去 刹那间 笑云感觉浑身舒坦 身上的伤飞快地愈合着 虽然没看到 刚刚服用的是何种丹药 可从这药效来看 必定不凡 但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秦明 清鸾宗杀来了 宗主正在抵挡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过来 你快跑 文言 秦明朝着远方看去 果然 看到两个人影 正在空中 完了 对方已经注意到我了 准备把笑天 另外一只胳膊 砍断的清无鲲 忽然发现有人过来 顿时把转移了目光 月郎宗 还有天使漏网之余吗 清无鲲淡淡一笑也好 先把其他天使收拾了 再来收拾你 笑天断掉的臂膀 一直在流血 现在拖的时间越长 笑天的战斗力 也会随着血液流失 慢慢降低 他战役全无 意志会薄弱 说不定会更好让他 投降 正好趁着这段时间 杀几个月郎宗的天使 让笑天心疼的同时 也好好地见识一番他的实力 好断了他不切实际的幻想 笑云的伤势已经痊愈 秦明把他放下 静止朝着清无鲲飞去 清鸾宗宗主 看着对方的打扮 秦明问道 好胆色 猜到我的身份还不跑 清无鲲意外地看了秦明一眼 只觉得 他年轻得不像话 你有资格知道 我的名字 我叫清无鲲 小子 你叫什么 秦明 秦明紧紧地握着拳头 他已经发现 对方似乎是和蛇镜强者 两个天使被打得这么惨 也只有和蛇镜强者 才能做到如此摧枯拉朽 宗主 你先休息 接下来交给我 秦明拿出一颗天极完美丹药 递给笑天道 笑天的手臂刚刚断 服用这颗丹药 再接回断臂 是可以完全复原的 完美天极丹药 笑天 笑云 清无鲲三人眼眶同时一缩 震惊不已 清无鲲又看到 笑云的伤势完全复原 顿时明白过来 刚刚秦明也给了对方完美丹药 刹那间 他看到了一条金光大道 小子 只要你告诉我 怎么获得完美丹药 我立马放了笑天和笑云 还会给你极其丰厚的报酬 受你为清传弟子 荣华富贵 享之不尽 清无鲲 充满诱惑的 对着秦明说道 你没有资格 秦明目光满是不屑 没有资格 清无鲲 没听懂 秦明但笑道 一个残废和舌尽舞者 没有做我的师父 丹武双绝第1747章 昏迷 这是今天第二次听到有人说他残废了 清无鲲气急 秦明 刚刚笑天这样说 那就是他的下场 清无鲲握着大刀 看来你也要像他一样 那就来吧 秦明紧紧地握着拳头 眼神中充满战意 他刚刚练会飞行原技 现在正是首样 和舌尽强者 刚刚好 太狂了 清无鲲轻蔑地嘲笑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见过这些嚣张的人 从来都没有天使敢挑战 和舌尽强者 这是他第一次见 现在 你不是见到了吗 秦明不屑道 月狼宗与清丸的矛盾他早就知道 也一直不想参与 他觉得这些矛盾很无聊 说来说去 也就是为了利益 可无者之路 最终只能靠自己 这些人就为了眼前这点利益 终究走不远 他可不能因为这眼前鸡毛蒜皮的一点利益 而耽搁了时间 所以一直没参与 也不想参与 可 这不代表 他并不保护月狼宗 月狼宗从他第一天来天龙世界 就对他不错 于情于理 他现在都要管一管 这一战之后 也是他离开月狼宗的时候了 他五道已经达到天室四层了 至于丹道 他从来没有炼制过蛇镜丹药 但他知道 自己能炼制出蛇镜丹药 虽然没炼制过 但他有这个自信 月狼宗太小了 我倒要看看 等你躺在地上之后 还会不会这么狂 清无鲲举着大刀 朝着秦明杀来 秦明 旁边的孝天见到这一幕 很是 紧张 孝云更是恨不得冲上去 为他抵挡 别人不知道 可他知道 这天际完美丹药 很有可能就是秦明炼制 这是什么概念 秦明居然能炼制天际完美丹药 以他现在的年纪 现在的丹道天赋 在中州任何大势力 都不会拒绝接纳他 秦明已经不同了 以他的丹道天资 未来最少会是一个和交进强者 甚至有可能达到何龙境 这样的强者 若是死在这 实在无名小背手中 实在是太不值了 可他的速度 根本没法和秦无鲲相比 他刚刚动身 秦无鲲已经杀到了秦明面前 小心 孝天和孝云同时大喊 望着朝着自己头颅披来的一刀 秦明眼神闪过一道锐利的光芒 身体默默运转元气 刹那间秦明站立在空中的身体 无规则地向着左边移动一步 刚好避开了很劈过来的大刀 同时 他身体没停 不禁反退 朝着清无鲲怀中撞去 表面上不重视清无鲲 实际上秦明早就在谋划 他只是天势境界 而对方是和蛇镜强者 只有让对方掉以轻心 他才能有机可乘 现在正是最好的机会 什么?看着秦明根本没动 身体却在平行地移动 清无鲲有些发懵 瞬间他反应过来 这一定是某种高超的原技 可收回到防守 需要发挥些时间 现在根本没那个时间 去死吧 秦明紧紧地捏着拳头 朝着清无鲲的头颅轰去 他用拳头 对方用刀 他很明白自己和对方的优势 只有离得足够近 他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 单五双绝 第1748章 前因后果 看着越来越近的拳头 听到耳边由拳力带起的风声 清无鲲脸色大变 这一瞬间他知道 他大意了 没有想到 秦明实力如此之强 看他的气势 五到十力 应该没有达到天势 但出拳的力道 比之啸天有过而无不及 最关键是 他对战斗时机把握得非常精准 现在 他的兵器大刀施展不开 两人的距离太近了 怎么办 清无鲲只能把手中的大刀放弃 用双手抵挡秦明的拳头 碰 清无鲲的手 与秦明的拳头相撞 发出猛烈的撞击声 大刀从空中掉落 被眼疾手快的啸云接着 小子 你有几分实力 但也仅仅只是这样 清无鲲摸了摸生疼的手臂 力声到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 和蛇镜与天势之间的差距 秦明小心 啸天紧张道 他刚刚可见识了和蛇镜的实力 根本不是天势能匹敌的 这是这的差别 秦明虽然小胜了一场 把清无鲲的兵器给夺过来了 可还是弥补不了和蛇镜的差距 战 握紧拳头 秦明冲了出去 对着清无鲲的胸口 就是一拳轰去 来得好 清无鲲同样也是捏着拳头 虽然他不擅长空手搏斗 但秦明只是天使而已 他不认为对方是自己的对手 身上的元气聚集 在很短的时间就充斥全身 清无鲲斗篷 无风自动 气势大胜 既然你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对秦明 清无鲲可不会留 守 刚刚轻视让自己吃了点小亏 这一次 他全力以赴 杀 拳头带着凌厉的刚风 与秦明的拳头撞在一起 哄 一道气浪 从两拳交汇之处散发出来 笑天和笑云紧张地看着 哼 秦明闷哼了一声 身体飞退 虽然他身体比清无鲲强 可元气的量和质与对方差得太远 只感觉元气冲击体内 全身骨骼都生疼 趁他病要他命 清无鲲没放过这个进攻的好机会 贴了上去 手握成拳 连绵不绝地对秦明发起了进攻 卫仪挪布 给我动 秦明身体元气高速运转 身体无规则运动 躲避着清无鲲的攻击 卫仪挪布没有让他失望 成功地躲开了清无鲲的攻击 一招一招 接着一招 清无鲲的攻击连绵不绝 元气像是不要钱的一般 秦明额头上渐渐有了汗水 和清无鲲对拼 他不是对手 想要反击 可对方不管不顾 就是和他硬拼 仗着元气质比他高 量比他足 完全不给他喘息时间 不好 卫仪挪布原界 出现问题了 只用一次 卫仪挪布看不出问题 可连续不断地用 身体被相互抵消的力道 伤得不轻 用得越多 伤得越重 若不是秦明身体强度很高 早就不行了 甚至普通舞者 就算学了卫仪挪布 也用不出来 强行用出来 只会被狂暴的元气撕成碎片 察觉到秦明动作开始迟缓 清无鲲脸上一洗 他就猜到 秦明不可能把如此高超的元纪练会 一定有弊病 单舞双绝第1749章 送礼 果然 他没猜错 秦明的反应越来越迟缓 他相信 坚持一段时间 一定能击中对方 去死吧 忽然 秦明身体顿了一下 清无鲲看到了机会 望着灵力的拳头 秦明拼命压榨身体 想要躲开 奈何 身体传来一阵阵疼痛 反应慢了一拍 啪 这一拳直接打中秦明胸口 五脏内服受损 没死 秦明有些意外 一个天使受了他的一拳 竟然没死 看来秦明身体强度很高 不过 那又怎么样 能打中一下 就能打中第二下 直接锤死 秦无鲲继续上前 紧紧握着拳头 朝着秦明轰来 受了刚刚一拳 秦明身体严重受损 反应更加迟钝 他现在不能使用 威仪挪不原剂了 可他的速度 远远不是对方的对手 啪 这一拳不可避免地 被轰在秦明身上 秦明 啸天和啸云两人大吼 可也阻止不了 秦无鲲的进攻 一拳 两拳 三拳 秦无鲲一直不停地垂击着 不杀秦明 他不罢休 一连轰击了十三拳 秦无鲲停止了攻击 喘着粗气 看着被轰到地面的秦明 死了吧 受了十三拳 哪怕同样是和蛇镜的舞者 照理来说 也会被打死 秦明只是一个天使 应该承受不了 秦明躺在地面 嘴里咳着血 眼睛心红 他五脏内腹已经一味 内出血严重 艰难地在怀中掏了掏 想要拿出天极完美疗伤单 可身体力量 如同被掏空了一般 逼二意识慢慢开始模糊 最后看到的景象 是笑天和笑云飞扑过来 他要死了 问他后不后悔 他不后悔 他不可能看着对他有恩的笑云 在面前死去 只能怪他实力太低 记不如人 秦明 笑云老泪纵横 呼喊着 笑天 把秘密交出来 清无鲲覆手而立 若是不交 秦明是第一个 但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要你眼睁睁地看着 宗门内所有人 一个个死去 我要你死 笑天心红着眼 持着手中的长剑 朝着清无鲲飞扑过去 砰 飞得快 回来得更快 笑天根本不是清无鲲的对手 要不是清无鲲不想杀他 笑天早就死了试次 哼 清无鲲转过身 眼神看向笑云现在换你了 你是第二个 清无鲲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待杀的鸡一般 地上 嘴里流着鲜血的秦明 慢慢血 不再流淌 心脏中 那颗神秘的黑色液体 急速地跳动着 扑通 扑通 越来越快 忽然 秦明睁开眼睛 眼里 没有任何白色 只有一片唇黑 眼中满是杀意 不带丝毫情绪 没有感情 没有恐惧 只有如同从上古而来的 纯粹杀意 嗷 一声龙令 秦明从地上直直站起 秦明 见到秦明没事 笑天和笑云心中一喜 可看到秦明的脸色 他们笑容僵在脸上 明显现在的秦明并不是正常状态 秦明到底发生了什么 单舞双绝 第1750章 道别 笑天和笑云搞不清楚秦明发生了什么 秦吴昆就更是一头雾水了 小子 没想到你还没死 不过 也就苟延残喘罢了 不管秦明发生了什么 只要他还是天使境界 秦吴昆就自信自己能碾压对方 嗷 秦明目视着秦吴昆 眼中充满对他的杀意 刹那间 秦吴昆就感觉从天而来一股滔天杀意 这不可能 你仅仅只是天使而已 不可能把气息外放 这如实质一般的杀气 就算他也散发不出来 可秦明一个天使 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秦明似乎失去了意识 肌肉开始蠕动 一块块金色的鳞甲 从皮肤下长出 很快就弥漫全身 在阳光的照射下 放着璀璨而又寒冷的光芒 这是写的光芒 其上带着浓郁的杀气 一条黑色的尾巴拍打着地面 每一次拍打 都会溅起厚厚的灰尘 额头上两个脊脚长出 手臂上鳞片越来越厚 手指尖慢慢变成 变得尖锐 散发着悠悠寒光 从头到尾 现在的秦明成为了一头荒谷怪兽 就算对秦明极其熟悉的孝云 也是丝毫认不出来 不管是从气质 还是从样貌 若是在路上碰到 孝云绝对想不到 这就是秦明 你是什么怪物 指着秦明 清无坤有些颤抖 他感觉自己 惹了不该惹的存在 心中有一股大祸临头的感觉 不可能 对方只是天使而已 我可是堂堂和蛇镜强者 他 绝对不是我的对手 清无坤疯狂地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可不管他怎么努力 内心都不可避免地颤抖 实在是秦明这样子 他从来没有见过 那铺天盖地的杀气 更是让他胆寒 神凤鸡 清无坤使出自己最强实力 只见他身后有一只大鸟虚影 身上的气势也在生疼 这就是和蛇镜真正的实力吗 见到这一幕 笑天胆寒不已 没有想到 刚刚清无坤动手 还没有使用真正实力 这虚幻的大鸟 看起来就知道不好惹 我是和蛇镜强者 清无坤道 和蛇镜强者 能精气化形 我乃凤血 高贵无比 两人仔细地打量 清无坤身后的虚意 他说是凤血 可怎么看 都觉得有些不对 这就是一只老母鸡 狗屁神凤 笑天和笑云同时确定到 笑天大声骂到什么青鸾宗 少在这里贴金了 母鸡宗还差不多 被笑天揭穿 清无坤老脸铁青 神凤是什么等级的存在 他若是有神凤的一丝血脉 也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残废的和蛇镜强者 他当然不会说自己身上的血脉 其实是来自最低等的母鸡元兽 当然要标榜自己 而神凤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于是就把自己宗门取名为青鸾宗 他战斗从来不使用权力 因为就算是把虚影召唤出来 增加的战斗力也不多 再加上暴露自身真正的血脉 图惹人耻笑 哼 清无坤冷哼一声 我好歹有何蛇镜血脉 不是你们这些杂碎能比的 单五双绝 第1751章 可惜 所有对他的嘲笑 都是嫉妒 这样一想 心里好受很多 砰砰 这时 秦明抬起头 眼睛盯着清无坤 拳头紧紧的捏着 见到秦明已经做好了攻击的准备 清无坤有些紧张 嗷 狂吼一声 秦明脚步重重地踏着地面 如同一个重型魔兽 对着清无坤冲击而来 你一定不是我的对手 清无坤手同样握成拳 朝着冲来的清明轰击而去 清明眼神没有任何生气 有的是无比的杀意 对清无坤攻击而来的拳头 看也不看 一只铁拳直直地轰向对方胸口 找死 见到清明不闪不闭 清无坤心中发狠 他的拳头 必然比清明的拳头先抵达 以他的实力 清明接了他一拳 一定会被轰飞 清明的拳头 会随着人被轰飞 不防自破 他不用担心 想到这里 清无坤又在拳上加了一把力 生怕锤不死清明 哄 清无坤的拳头 击中了不闪不闭的清明 可并没有如他想象中那样 清明被击飞 出现的情况是 这一拳 清明不偏不倚地接下来了 可他就像轰在了石头上一般 没有给清明造成任何伤害 就在这时 清明的拳头 也已经抵达 看着散发着豪光的拳头 清无坤胆寒 可要要躲开 已经来不及了 清无坤只能祈祷 清明这一拳并没有多少力道 哄 清明拳头结结实实 轰中了清无坤的胸膛 刹那间 清无坤就像是被万吨巨石轰中一般 口吐鲜血 身体止不住地后退 不可能 你不可能这么强 指着清明 清无坤满脸不可思议 我才是和蛇境界强者 你只是一个天使 他刚刚充满元气的一拳 清明居然可以硬扛下来 这就算了 他还没有丝毫感觉一般 而清明的一拳 其上的力道 哪怕是他和蛇境的元气 也抵挡不住 这到底他是和蛇境 还是清明是和蛇境 正在这时 西星渊带着清卵宗的天使感到 这是什么怪物 看到浑身灵甲的秦明 西星渊和一群天使 目瞪口呆 这应该是一头元兽吧 这元兽浩墙 居然让宗主清无坤受伤了 你们还看着干嘛 给我上 见到西星渊等人出现 清无坤心中大喜 他正需要喘息 西星渊等人就来了 上 没办法 宗主开口了 西星渊等人不得不上 清无坤可是和蛇境强者 若是不让他满意 事后追责 他们承受不起 西星渊没看到秦明出手 根本不知道秦明的厉害 自以为是一头普通的元兽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杀了他 取精血 有的武者 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心中兴奋不已 这就是一头天极元兽 杀了他 应该可以得到 一颗天极精血 这么多人 又有和蛇境 宗主在 没有道理杀不了 而西星渊 却是皱了皱眉头 他注意到清无坤受伤 感觉事情没这么简单 于是也不急着冲上去 先让宗门内其他长老进攻 丹武双绝 第1752章 大笑 若是情况不对 他打算转身就跑 什么荣华富贵 都比不上自己的小命重要 秦明的目光一直盯着清无坤 神志不清 可他也注意到了忽然来的人 感觉到对方身上的杀意 秦明转移了目标 仰天长笑一声 噢 拍打着胸膛 朝着新来的天使们冲了上去 脚重重地踏着地面 秦明一飞冲天 尾巴抬起 对着天空中的天使们就横扫了过去 在秦明叫唤的瞬间 这群天使就如同被雷击了一般 整个人瑟瑟发抖 这是怎样的叫声 如同从九幽中传来 满是杀气 纯粹到极点的杀气 在看向秦明时 他们眼里 就像是一头 杀了千百亿人的死亡之手 骂呀 看到秦明冲来 有天使当场崩溃 哭爹喊娘 望着只是叫了一声 就把气势汹汹的天使 吓得屁滚尿流 笑天和笑云面面相去 他们一直到现在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秦明的叫声中蕴含的杀气 他们也感觉到了 可因为他们 不是秦明的目标 杀气只是轻飘飘地而过 并没有杀伤力 所以他们感觉不出秦明的恐怖 跑 跑 已经有天使大声喊叫 可秦明的速度极快 还没等他们逃 尾巴就伸出 如同一条长边一样 在空中一扫而过 这哪里是尾巴 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大刀 被扫中的天使 纷纷被拦腰两半 冲得快的天使 已经一个不留了 见到这一幕 秦吴坤和西兴渊吞了吞唾沫 秦明实在是太凶惨了 忽然 秦明注意到了西兴渊 不再对其他天使感兴趣 一步一步朝着他走来 西兴渊吓得直打哆嗦 他不明白 这里这么多人 为什么对方要特别关注自己 其他离秦明静的 秦鸾宗天使 吓得双腿发软 只觉得在劫难逃 可没有想到 秦明居然不管他们了 而是看向西兴渊 顿时 他们欣喜若狂 用瓶声最快动速度飞起 朝着远处顿去 不管秦吴坤怎么叫唤 头也不回地离开 没有被秦明的杀气笼罩 没有亲眼看到秦明那疯狂的横扫 永远也不会知道 他们到底有多么恐惧 那种无能为力 如同看到天敌一般 是他们再也不想经历的事了 他们是天使 在这片区域 怎么也是一个人物 哪怕离开了秦鸾宗 也能活得很好 何必为了秦吴坤 而丢了性命 刹那间 整片区域 只有秦吴坤 西兴渊 孝天和孝云 见到是不可为 秦吴坤心中颠凉着 他是不是也应该逃了 想到这里 秦吴坤脚步慢慢移动 想要远离秦明 可他才刚刚抬脚 秦明的杀气就如同风一般 朝着他吹来 他被锁定了 只要赶逃 瞬间就会迎来秦明暴雨般的攻击 他不能逃 感受到秦明的杀气 身为和蛇镜强者的秦吴坤 都恐怖不已 更不用说秦吴坤了 看着怪物一步一步走来 挟着刚刚杀人的凶器 以及滔天杀意 秦吴坤额头冒汗 脚不停地退后 丹武双绝 第1753章 沙漠 他不知道 为什么这怪物 就是盯上他了 宗主 救我 现在能救他的 只有秦吴坤 西兴渊望向对方 求救他 可惜 秦吴坤看也不看他 全力地恢复着伤势 他已经打算好了 现在尽力恢复伤势 等一下 一旦秦明开始攻击自己 就全力跑 现在伤势恢复得越好 等下跑得越快 至于为自己争取时间的西兴渊 死了就死了吧 他不在乎 啊 西兴渊看到秦吴坤根本不管自己 他绝望地跌坐在地 秦明并没有因为西兴渊的惨状 而放弃攻击 还是一步步走着 如同踏在他心间 孝天宗主 我错了 求求你救救我 我再也不敢了 西兴渊想到 这怪物似乎是在帮助孝天 于是转头向着孝天求饶 看在我数十年如一日 勤勤恳恳的份上 你救我一命 孝天别过脸去 根本不看他 孝云眼中只有痛苦 罪有应得 看到两人的表情 刹那间 西兴渊崩溃了 绝望了 怪物 你去死吧 崩溃之后 西兴渊似乎不怕死呢 持着剑朝着秦明砍来 停 长剑被秦明闪电般的右手抓着 长剑元气与他的爪子碰撞 擦出火花 哄 忽然之间 有一道火光从秦明手中升起 沿着元气长剑 朝着西兴渊蔓延 还没有等西兴渊反应过来 火光就触碰到他 眨眼间 西兴渊就燃烧起来 还没等他发出惨叫 就化成了飞灰 与他一同化成飞灰的 还有秦 明手上的元气常见 咕噜 见到这一幕 孝天 孝云 和清吴昆 齐齐地吞了一口唾沫 实在是太让人心急了 这可是元气 就这样 化成灰了 原来秦明刚刚和清吴昆战斗 根本就没有使出全力 刚刚若是还这么一下 清吴昆那血肉之躯 怎么可能抵挡得住 清吴昆这一下 彻底没了战斗的勇气 对自己能不能逃跑 也产生了怀疑 杀完西兴渊之后 秦明脸上 没有丝毫表情 身上的杀气 更是没捡分毫 他抬起头 看向了清吴昆 背面无表情的秦明盯着 清吴昆忍不住地又退了退 孝天 我错了 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清吴昆大声承诺道 我不要你的秘密 不会再对月狼金血 抱有丝毫幻想 清吴昆想通过与孝天达成和解 让秦明罢首 可听了清吴昆的话 秦明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脚步也没有丝毫迟缓 这一瞬间 孝天和清吴昆同时知道了 现在的秦明 其实已经失去了意识 清吴昆一颗心沉入谷底 若是秦明变成了彻彻底底的袁兽 那还好 可现在 他似乎变成了袁兽 可对他的恨意 对他的杀意丝毫眉睫 这该怎么办 这一瞬间 他心中后悔不已 早知道这样 他说什么 也不会听西星渊之言 别说这里可能得到月狼金血了 哪怕是和蛇进金血 他也觉得不会有非分之想 秦明实在是太可怕了 丹武双绝第1754章 圆塔 可惜 已经完了 秦明守城爪壮 一个闪身 出现在清吴昆面前 向着他胸口抓去 清吴昆极力地想要阻挡 可秦明找上指甲极其锋利 如同兵器一般 无坚不摧 不 看着胸膛被冻穿 清吴昆发出绝望的嘀吼声 失去了意识 杀了清吴昆之后 秦明眼中杀气没有丝毫消散 他转过身 目光看向啸天和啸云 两人一愣 这是怎样一双眼神 哪怕是他们 见过最凶悍的元兽 也不计其万分之一 啸天想到了前两天看到的 王者月狼的父亲 不由地与秦明相比 竟然发现那头元兽身上的威势 也远远不及现在的秦明 秦明 孝云呼喊道 秦明没有回应 一步一步朝着孝云走来 眼神中满是杀气 两人同时明白过来 秦明现在已经失去了意识 他脑海只有杀意 两人危险了 孝云和啸天对望一眼 心有灵犀地朝着远处急顿 他们不跑还好 一跑秦明的速度更加快 刹那间就出现在他们面前 哦 秦明仰天大吼 声音震耳欲聋 充满杀意 死定了 孝云和孝云心中疙瘩了一下 但哪怕有一丝机会 他们也不愿意放弃 孝云和孝云同时举起手中长剑 准备迎接秦明接下来的攻击 果然 秦明大吼之后 手掌摊开 锋利的肘刺散发着锐利的光芒 朝着两人袭来 平 两人同时用长剑挡住了急速而来的手掌 可其上 传来的力道 哪怕是两人联手 也抗衡不了分毫 两人的身体 就像是两片无根的落叶一般被轰飞 破 吐出两口鲜血 两人绝望地看向秦明 也许死在秦明手中 是最好的选择 孝云忽然说道 文言 孝天缓缓点头 比起死在秦吴坤手中 他们更愿意死在秦明手中 而且秦明还帮助他们杀了秦吴坤和西兴渊 他们已经放弃抵抗了 这就像是一只不自量力的蝼蚁 妄想汉天一般 无声无息 秦明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 就在他们以为 接下来必将被神志不清的秦明杀死时 忽然之间 秦明浑身一震 倒在了地上 等他们慢慢爬起 看到的却是 已经完全昏迷的秦明 现在的秦明 身上 没有丝毫灵甲 若不是现场坑坑洼洼 满地尸体 刚才的事 就像没有发生一般 秦明怎样了 孝天问向检查秦明伤势的孝云 孝云到秦明身上的伤势 已经全部复原 只是昏过去了 身体没伤 那么疗伤丹药 就没有丝毫作用 昏迷他们 没有任何办法 月郎宗最豪华的房间内 秦明躺在床上 如同睡着一般 孝天 孝云 七一来看过几次 都不觉得秦明有任何问题 也许是太累了 昏迷 七一并不是如同西兴渊说的那样 被杀死 而是被囚禁了起来 本来是想用来威胁孝天的 没想到自己带来的天是死的死 散的散 就连清鸾宗宗主清无坤自己 也是落得个死亡的下场 丹五双绝 第1755章 卓雀 孝天回到宗门 把秦明安顿好之后 就开始清理宗门 所有的月郎宗长老 只是 弟子 只要有一点倾向西兴渊的 全部被逐出宗门 彻底倒向西兴渊的弟子长老们 更是遭到了血洗 西兴没逃过这次血洗 虽然哭喊着求饶 可最终孝天并没有放过他 几天时间 平时热闹非凡的月郎宗 就因为这次清洗 便清静了不少 整个月郎宗舞者 少了七成 这剩下的三成 都一心忠诚于月郎宗 忠诚于孝天的 对于这次清洗 被赶出去的弟子 孝天没有丝毫的可惜 马上他就要吞服王者惊泻了 他有八成的把握 能成为和蛇镜强者 到时候在这片区域 他就是实力最强的舞者 再多的天使 也不是他的对手 月郎宗 必然成为最强宗门 到时候再招募弟子就行 而且 他已经决定养老 月郎宗又即将登顶 他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 这一天 昏迷中的秦明 睁开了双眼 好疼 捂着头 秦明低声惨叫 他只感觉有一万字毒虫 在撕咬着头 巨疼又连绵不断 难受极了 秦明你醒了 一直在旁边 守着的笑云惊喜 听到秦明的声音 立马紧张起来 可不管怎么做 笑天想尽了各种办法 都没法让秦明疼痛减轻 半晌 疼痛减轻一点 秦明才回想起 与清吴昆的大战 他只记得 想要找机会用天眼 杀死清吴昆 可清吴昆丝毫不给他机会 一出手就是十三连击 连反应的机会都不给秦明 就把他杀死 B22天赋原技虽好 可限制也大 只能作为底牌 秦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他的天眼攻击力是很强 可攻击速度太慢 等他放出来 敌人早就知道了 或是躲闪 或是直接打断 他没有任何办法 我不是死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秦明记得 他最后应该是没有逃脱死亡 秦明 感觉好点了吗 孝云关切地问道 秦明点头笑了 我是怎么到这里的 又是谁救了我们 听到秦明的问题 孝云就知道 秦明对他变成元兽一般可怕存在 一点记忆都没有 想了想 孝云把发生的事 仔仔细细与秦明说了一遍 也就是说 我变成了一个怪物 杀死了秦吴坤和西信渊 最后还想杀你何宗主 秦明惊慌失措地问道 他被自己身上发生的事 弄懵了 自己是怎么了 孝云缓缓地点头 得到孝云的确认 秦明内心慌乱了一下 之后冷静下来 他想到在小世界时 和所谓的圣神战斗 也有过失去意识 那次是不是也发生了这种事 也就是说 他身体出现异状 并不是来天龙世界发生的 在小世界时 身体就有问题了 也许是我身上的血脉问题 这时 秦明心中隐隐有些猜测 他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就在血脉为圣极 圣极血脉 与普通血脉区别极大 这一点 米贝曾告诉过他 不过 不同的圣极血脉 完全不同 米贝又不是很懂 单舞双绝 第1756章 中周舞者 秦明无奈地摇了摇头 米贝有人教导 而他却是连自己 是圣极血脉的事 都没法与外人讲 一切都在摸索中 而武道的摸索 充满了危险 不行 我一定要快些到中周 也许那里能了解圣极血脉 不同的圣极血脉 虽然它们之间的特性不相同 可见的圣极血脉多了 秦明总能找到一些规律 以此作为依据 考量自己身上的血脉 先休息吧 一阵阵疲惫感涌来 也许是刚刚的疼痛 耗完了他的经历 也许是向前的战斗 到现在都没有康复 笑云看出了秦明的疲惫 连忙告辞离开 笑云刚刚离开 秦明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秦明没有了道 这次会在床上 躺如此长时间 一直到了两个月之后 秦明精神才彻底恢复 站在床边 秦明活动了一番筋骨 两个月的疼痛 两个月的卧床不起 无疑是一种折磨 现在总算能起床了 秦明好好地运动一番 这也许是我身体 承受不了那种级别的力量 所以需要两个月恢复 秦明心中猜测 毕竟 他可是打败了清吴昆 清吴昆是和蛇镜强者 再怎么残废 力量层次也达到了和蛇镜 而他则是不折不扣的天使 以天使越阶击败和蛇镜强者 身体潜力被透支昏迷 再正常不过了 一躺就是两个月 这两个月白白浪费了 秦明可惜地摇摇头 这两个月在床上 他打不起精神来 本来想强 行研究丹药或修炼武道 可炼制丹药 他根本集中不了精神 强撑着 只会让自己更难受 而修炼武道更不用说 连简单的运行功法都办不到 如何能修炼 这两个月 他只能无所事事地躺在床上 是时候去中州了 秦明捏着拳头 看向远方 虽然躺在床上 但他对外面的事还是清楚的 啸天闭关 成功突破到和蛇镜了 现在月郎宗 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宗 无数武者想要加入 而现在加入月郎宗的要求很高 除了天赋要好外 还要人品过关 把无数想加入的武者 挡在了门外 月郎宗有和蛇镜啸天守护 在这片区域属于无敌的存在 秦明也不用替他担心了 两个月没有修炼 没有炼丹 也不知道有没有退步 退门出了月郎宗 路上遇到的弟子 纷纷向秦明问好 秦明微笑着点头 他现在穿着的 是月郎宗长老服饰 很快 他就来到了任务兑换处 秦明 见到秦明过来 任务兑换处的长老卢源 非常高兴 也许月郎宗的大部分弟子 不知道 月郎宗到底是怎么打败秦鸾宗的 但作为长老的卢源 如何不知道 都是因为秦明力挽狂澜 才拯救了危在旦夕的月郎宗 而且他还杀了秦鸾宗宗主 秦吴昆 以及无数天使长老 让秦鸾宗直接分崩离弃 这是何等的功劳 只不过秦明喜欢清静 特意交代之下 他的事迹 才没有在宗门内传播 丹武双绝 第1757章 清灭 也确实需要保密 以秦明的潜力 未来无可限量 出名对他并没有好处 反而增加很多未知的危险 不张老 这次我过来 是想兑换些原职 秦明客气到 如元连忙拍手 叫我如元就行 你要什么原职尽管吩咐 宗主已经交代过了 你不用任务积分 想要直接拿就行 秦明摇了摇头 无规矩不成方圆 还是用任务积分兑换吧 如元也没有再坚持 秦明的任务积分 有很多 兑换了需要的原职 他大步离开 静止走到自己以前的食物 对居住环境 秦明并不在意 这里生活器具 一应俱全 秦明也没打算换位置 一个时辰之后 秦明单要炼制完成 来到旁边的食屋 这里是官云的居住之地 敲了敲门 官云刚好在房间内 看到外面的秦明 官云脸上满是惊喜 秦明 你还活着 瞬间反应过来 这样问很不礼貌 他之前听说 秦明已经死在秘境中了 而且 秘境关闭过了很长时间 秦明却是毫无音讯 他不得不接受 秦明死了的事实 一时间心中伤心不已 倒不是与秦明有了感情 他们认识的时间也不长 虽然有交情 但不深 让他伤心的是 好不容易抱着了一条粗大腿 没有想到 这条粗大腿 就这样断了 要知道为秦明做事的这段时间 是他至修炼以来 最轻松的一段时间 秦明让他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而报酬丰厚的 让人嫉妒 无数的高阶修炼丹药 大把 对原始 让他在武道方面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秦明死了 那么他这些待遇都没了 如何不伤心 秦明倒是没有在意 关云说的话 笑到秘境之行很顺利 我是因为其他事耽搁了 怎么 不请我进去坐坐 关云反应过来 连忙恭敬地请秦明进去 倒上茶 关云跪坐在一旁 这次过来 是和你道别的 秦明说道 道别 关云感觉晴天霹雳 好不容易秦明没死 他盼星星盼月亮 以为自己的好日子又来了 没有想到 秦明要和他道别 好了 不用伤感 拍了拍关云的肩膀 秦明说道这是给你的 以后省点用 说着 秦明把身后的包裹放在桌上 站起身 秦明推开房门 若是不出意外 明天我就会离开 说完 秦明脚步轻点 向着自己房间飞去 天使 望着离开的秦明 关云张大了嘴巴 满脸不敢置信 秦明居然是天使了 他加入月郎宗才多长时间 这一瞬间 关云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怀疑 半晌 他才接受这个事实 秦明是天使了 他会送什么礼物 给我呢 关云注意力 被桌上的包裹吸引 秦明的大方在宗门内 可是除了名的 他现在既是天使 又是实力高超的炼丹师 这次他专门与自己道别 送的礼物 肯定不是以前能比 宝涵期望的 关云搓了搓了搓手 打开了包裹 单舞双绝 第1758章 不知方向 包裹内放着三个玉瓶 以及一块金血石 这是天极金血石 看着金血石 关云惊骇莫名 拿起金血石 左看看又看看 终于确定 这真是天极金血石 而且是完美的天极金血石 关云在心里倒吸了一口凉气 手忍不住颤抖 又满含期望的 打开了其他三个玉瓶 一个玉瓶装着的 是一颗完美品质护身丹 一个玉瓶装的是 满满的一瓶地势修炼的 完美地缘丹 最后一个玉瓶内 装的也是满满当当 关云打开 发现全部是完美天缘丹 这 这 关云心中翻江倒海 有了这些丹药 他武道之路将畅通无阻 最少在天使巅峰之前 他都不需要 怎么为修炼资源担忧 完美丹药 完美丹药 捏着丹药 关云还有些不敢相信 能够炼制天极完美丹药 秦明现在的炼丹实力 到底达到了何种层次 关云不敢想象 把丹药收好 他转过身 朝着秦明的方向跪了下来 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他知道 这一辈子 他不可能还着恩情 只能这样聊表心意 我这辈子 别的成就都一般 可我认识了秦明 并主动结交 秦明是我这辈子 最大的机缘 关云想起认识秦明的重重 宛若在昨日 想起秦明对天龙世界 一无所知 到现在已经是一方强者 足以让他仰望的存在 关云心中就充满了感叹 秦明没有回房间 想了想 静止地朝着孝云的房间飞去 孝云现在居住的地方 在月 郎宗主山 最好的位置 没一会秦明就到了 察觉到秦明过来 孝云把大门打开 笑着迎接秦明进来 秦明 你恢复得怎么样了 一进门 孝云就关切地问道 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孝云笑到已经痊愈了 好好 孝云大笑 这一夜 两人聊了很长时间 孝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他已经放下了所有 月郎宗也不用他再操心 接下来的日子 安心享福就行 看着月色 孝云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虽然是安心享福 可不知道为什么 孝云心中总有些遗憾 若是能看看秦明的未来就好了 要是有这机会 就算死了 我也甘心 可他知道 他没有这个机会 他已经老了 时间不多了 绝对看不到 秦明未来的成就 秦明没注意到 孝云的情绪不对劲 尽情地和他聊着天 他没有说要离别的事 他不希望搞得太伤感 也许安静地离开 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一夜很长 也很短 喝着 喝着 孝云醉倒了 秦明淡笑起身 从怀中掏出两个玉瓶 以及一份信 放在了桌上 又拿出一块金血石 放进了孝云怀中 做好这些之后 秦明看了看天色 一飞冲天 飞在空中 秦明最后留恋地 看了一眼月郎宗 这一次离开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有机会回来 中周很远 哪怕他成为了天使 想要过去也不容易 丹武双绝 第1759章 迷路 与中周相比 这里无疑是太平级了 所以很大可能 离开月郎宗之后 他就不会再回来了 来天龙世界的这段时间 发生了很多事 有让他讨厌的 可更多的是他们无私的帮助 对月郎宗 多多少少秦明有了些感情 现在离开 难免有些不舍 男儿志在四方 秦明还有重要的事要做 不可能在这里久留 最后看了一眼 秦明转过头 目光坚定地看向远方 运转元气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天一亮 睡在桌上 睡在桌上的孝云就醒过来 伸了个懒腰 孝云感叹到老了 不中用了 年纪大了 喝点酒就一醉不醒 忽然 他看到桌上的信 以及玉萍 心中疙瘩了一下 难道秦明离开了 昨天他和秦明喝酒 今天他离开 桌上却是有一份书信 怎么想也不对 也是 月郎宗太小了 你乃人中龙凤 必然属于更高的天空 孝云心中也料到 秦明会离开 毕竟 秦明天赋逆天 比中州那些 自诩天赋无敌的青年才俊 不知道要好了多少 秦明现在又达到了天势 他未来的路 只可能在中州 舞者的世界很珍贵 不能浪费 就算秦明不离开 他也会劝他走 他老了 已经没用了 可秦明还年轻 未来成就无限 走就走 还留什么礼物 感觉到玉萍的分量 孝云感叹地摇了摇头 心中有些愧疚 说实话 秦明加入月郎宗 月郎宗并没有付出时 妈 而秦明对月郎宗 却是恩重如山 他离开 自己没有送东西 就算了 还收他的礼物 怎么想孝云都觉得愧疚 可说到送礼物 他又有什么东西能送吗 秦明丹道 天父举世无双 丹药不可能送给他 秦明用的兵器 又是自己的手 送元器也不合适 月郎宗根本就没有 秦明需要的东西 再怎么想帮他 也帮不到 老了呀 再次感叹了一声 孝云拆开了信 上面只有四个字 走了 悟念 孝云微微一笑 这倒是是秦明的性格 把信放在一边 孝云打开一个玉瓶 道出一颗丹药 这是蛇元丹 孝云见多识广 一过眼就认出了丹药 蛇元丹他见过 可这蛇元丹比他见过的 要漂亮几十倍 这是完美级别的蛇元丹 仔细地鉴定一番 孝云深吸了一口气 秦明的炼丹实力 居然达到了蛇级巅峰 我们宗门炼丹 实力最强的是七亿 他也只有天级 也就是说 秦明在没有师父的帮助下 达到了蛇级 心中忍不住地颤动了一瞬 孝云站起身来 激动地在房间里直夺步 直了 直了 嘴里连连念叨着 孝云表情一会笑 一会发愣 能见到如此天赋妖孽的天才 还帮助过他 这辈子都直了 忽然 他又叹了一口气 可惜了 若是能看到秦明的未来就好了 真想看看 秦明到底能走到哪一步 孝云有贪心不足地 在心中叹息 丹舞双绝 第1760章 热 叹息感叹 充斥孝云内心 他知道 秦明的未来 也许能超过他的预期 超过所有人的预期 这辈子 他从来没见过如此天赋好的少年 其次 秦明的心性 韧性绝强 把装满完美蛇元丹的玉瓶放在一边 他又有些好奇地拿起另外一个玉瓶 另外一个玉瓶空荡荡的 似乎只有两颗丹药 倒出来一看 一颗是蛇级的完美护身丹 另外一颗竟然是蛇级完美归元丹 归元丹可是帮助武者突破和蛇镜的丹药 价值非凡 而且 这颗归元丹可是完美品质 归元丹的炼制 难度极高 秦明是怎么炼制成完美的 孝云惊叹不已 不过 他有些郁闷 秦明给他归云丹是为何 秦明可是不知道 孝天有一颗王者精血 这时 他感觉到 怀中似乎有什么东西 掏了掏 拿出了一个纯色的精血石 这是和蛇境界的精血石 而且还是完美极的 看着精血石 孝云心中有些不敢确信 实在是和蛇境界的精血石 价值太高 是他梦寐以求 不 应该说是无数武者梦寐以求的宝物 这一刻 他觉得有些不真实 所以才不敢相信 这是一颗和蛇境界精血石 半上 他才终于确定 这确实是无数武者舍生忘死追求的东西 有完美级别的归原丹 再加上完美级别的护身丹 我可以突破和蛇境了 看着手中的两颗完美丹药 又看了看和蛇 静睛解释 这一刻 拦在他五道之路的难关 全部被搬走了 有完美护身丹 他就可以没有任何风险的服用和蛇境血石 让自己血脉进阶为和蛇血脉 而有了完美归原丹 他就可以没有任何危险的突破和蛇境 原来 秦明一切都为他准备好了 本来以为自己已经老迈 此生再无希望突破和蛇境界 没想到秦明送给了他如此大礼 看着精血石 不知不觉中老泪纵横 在中州闯荡时 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可看不到境界和蛇境界的希望 本来已经认命了 却被秦明当成礼物送给了他 秦明称之为 他的再生父母也不为过 他已经老迈 和蛇境界不但代表了强大的武力 更意味着 他寿命也将大大增加 哈哈 孝云仰天长笑 笑着笑着 已经老泪纵横 秦明离开月廊宗之后 就再也没有留恋的一路向东 他的飞行速度很快 可一刻不停地飞了三天 都没有达到第一个难关 通往中州 一共有三个难关 第一个是人际罕见的沙漠 这个沙漠温度齐高 若是没有达到天势境界 几乎通过不了沙漠 飞了这么久 秦明还没有看到沙漠的影子 有了 忽然 远远的 秦明看到 如同一大块镜子一般的湖面 出现在远方 顿时知道沙漠到了 那并不是湖面 而是沙漠中的沙子 反射阳光形成的 这沙漠很奇特 不知道有多大 舞者能竖着穿过 可从来没有那个舞者 横着穿越过沙漠 就像是沙漠中的沙漠中的沙漠